Hello 各位一隊男好朋友 大家假日午安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的11月10號 星期日的下午時間 在原子裡面工作告一個段落 我現在要去記錄一下 在原子裡面種了一段時間 幾年了 這是我的酪梨斷區 去年遭受火災 那今年重新在這個季節 大概就是做災後的復甦 一年之後的嫁接 那工作到一個段落 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記錄的不是酪梨囉 是前面的這一顆柑橘類 那直接看 柑橘類實際上不好照顧 星斑天有的危害等等 那這一顆柑橘類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應該有好幾個紀錄影片有稍微提到 往前搜尋應該就看得到 這是砂糖局 那這個砂糖局的接稅來源是隔壁省省家 他說他朋友給他的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品氣不錯的砂糖局 因為當初就是看到結石雷雷 所以取了他的枝條當接稅 架接在石森的柑橘類之後 我再把他移植到原子聯邁的地址 那經過了去年的火災 今年竟然還結了幾顆果子 那現在的時間已經是 是11月10號了嘛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要來實拍記錄 因為這個掛果 第一個 不多 第二個 露天栽種的柑橘類 我還是一個結論 就是不是很好照顧 那所以今天趁這裡還有個果實的時候 我要實拍記錄一下這個果實 摘下來 然後當場我們來開果 吃吃看樣態風味就在這裡 果子不多啦 只有幾顆而已 好那鏡頭我就讓他固定在這裡 我來把果子採下來 好鏡頭就固定在這裡 在前方這裡有幾顆的果子 好這東西夢見不到 這一顆應該是壞掉的壞果 壞果 應該是壞果 壞果就不要了 來這裡有兩顆 兩顆 這一顆 那我這一顆就把它採摘下來 那我帶了肢鹼 好肢鹼採摘 砂糖橘是一種很好吃的橘子 那它成熟了之後也會變黃 好 那現在11月10號採摘 原子裡面的第一顆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吃的啦 來 直接開果 不大 好 然後 花生肉不漂亮 那個味道好 很棒 很棒的一個崩位 來 直接開 因為我現在口渴所以 來皮 我很喜歡當季的那一種柑橘類的水果 所以 能夠種到這一種 吃得到果實的 我也覺得是很快樂的一件事 尤其是從 從無到有 都是我們自己來的 來打開 有種子 有種子 好直接吃 可以吃 不會酸 微甜 好吃 種子還蠻多的 可以吃了 現在吃起來的風味齁 就像是現在出來的這一種橘子 現在出來的橘皮感嘛 然後 酸氣比較低 但是甜味 你說 沙洋菌的甜味當然不只這樣子 嗯 好吃耶 生津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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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這個橘橘類的話 口水的分泌會變多 嗯 很棒 過癮 哈 好 那這個就是在原子裡面採摘 自己 種植柑橘類食生苗 之後取階稅來嫁接 然後之後又弟子到原子裡面來 經過了幾年之後的砂糖菊 那實拍做記錄 那今年的產季過了之後 我想 枝條再來給它拉一下 那 明年我想應該有機會更好 就是如果有時間 做一些照顧肥培 那可能要給它 試用一些有機質的一些肥料 或是羊便便 好 實拍的記錄分享給喜愛果樹之災的你們 那這是原子裡面的砂糖菊 我終於吃到了 終於吃到了一顆正常果 OK 記錄分享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